新白娘子传奇里,许贤和白素贞之间还出现过第三者,答案是是的,对于这个人可能很多人第一想到的是法海,可事实上并不是他,法海阻挠白素贞与许贤在一起,原因是人妖殊途,他本人并没有多白素贞动心,更不可能对许贤有什么非分之想。 真正介入许贤和白素贞感情的人,也是很多人都忽略的全剧隐藏boss,这个人就是法院许贤,提起这个名字,时隔久远,很多人都想不起他在剧中是哪个,他其实就是在青蛇盗宝,许贤被发配到镇江之后,许贤结识了当地的大商人,这个人是苏州三皇祖师会前任会守郑太生的师弟,为人也算慷慨仗义。 许贤落难之后,郑太生写书信给许贤让他对许贤关照一下,他才和许贤一家有了关系,可在他看到白娘子画像后就寝食难安,后见真容更是辗转反侧。 要说在《新白娘子传奇》中,基于白素贞每次的人不止他一个,可敢于实际下手的他也算是第一个。 《新白娘子传奇》在创作的时候,就收纳了很多关于白蛇全传,民间传说的故事,关于徐贤这个人,其实与白素贞的纠葛要比剧中多得多。 在《雷锋塔奇段》中,徐贤因为贪恋白素贞的美色,整天茶不思饭不想,他老婆没办法就给他出主意,让他借上牡丹为由,骗来白娘子,要他进入房中,想强行飞离于他。 可白素贞也不是吃素的,当时就凭空消失,还留下书信吓唬他。 说实话,白素贞要除掉徐贤这种人,简直易如反掌,可是他当时以为人妇,老公又是一个柔弱的郎中,这时候需要徐贤的庇护,因此他才委屈求全。 在其他的民间传说中,徐贤就更可恶了,他曾凌辱一个妇人,使得他羞愧自杀。 白娘子和小青为了替天行道,还专门演了一场闹鬼闹剧,吓得他重病不起。 但这些都没有收入到新白娘子传奇的故事中,因为在当时就算收入了,也属于是掐了别拨片段。 在新白娘子传奇里,徐贤开始垂涎白素贞的美色,无奈他以为人妇,转头打起了小青的主意。 但白娘子并不同意这门婚事,因为他知道徐贤是怎样的人,所以他以小青命力克服为由而拒绝。 这才导致了徐贤与徐贤去金山寺找法海,为自己感应异惑,从而使得徐贤被扣留金山寺中的事情。 对于删减徐贤和白素贞的感情线,新白娘子传奇其实也有些不甘。 在播出的剧情中,徐贤这个角色基本上已经洗白了,不过他对白素贞的禁语也并非空穴来风。 只要细看新白娘子传奇,你就会发现,白娘子初次见徐贤就心怀意乱,以至于败官殷使,打碎物件弄伤了手。 也是因为徐贤才让白娘子水满金山寺,犯下不可弥附的大错。 新白娘子传奇虽然修改剧情强行洗白了徐贤,但情商稍高的观众想必都看不惯徐贤引荐的样子。 徐贤其实就是不少男人在剧中的集合,当年拍不得的片段,如今要是让编剧发挥,肯定也能弄出一部同人爱情剧吧。 为你分享另一种视角,喜欢请点赞,支持品读影视感悟人生,欢迎关注。